大家好,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八卦分布式训练加速 及其基于Kubernetes在快手的一些成功经验 我们的团队来自于快手AI平台和苏立士联邦理工学院 我是连向如 目前在快手AI平台担任Senior Staff Research Scientist 主要带团队负责各种复杂AI场景的落地问题 八卦框架的主体已经在今年开云 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或在GitHub上搜索八卦拼音来访问我们的开源项目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快手AI platform的李强宏 我在快手AI platform主要负责快手AI PAD拼音的研发与架构工作 主要聚焦于电源调度电源管理 以及基于Kubernetes的作业管理相关的工作 首先,近些年来 深度学习在工业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像是计算机视觉 自然语言处理 语音识别 内容或广告推荐等等重要的领域 都免不了与训练深度学习模型打交保 通常来讲 深度学习的应用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通过大量样本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另一部分是将训练好的模型 部署到生产环境中进行推理和使用 推理阶段所使用到的推理服务 一般和Kubernetes上最常见的web服务非常相似 而训练部分则非常复杂 涉及多个角色分布式的高性能协作 我们本次的分享也主要围绕训练过程进行 在快手 我们在AI应用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如何快速地处理大规模的训练数据 在推荐场景中 快手每天要处理3亿日活跃用户的行为数据 在多媒体场景中 快手所存储的视频 每天的观看时长加起来高达上万年 并且每秒钟都有几百个新上传的视频需要处理 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模型的训练时间 成为业务迭代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瓶颈 在实际工业场景中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 不同训练任务需要不同的软件依赖和环境 其次 公司内要管理大量同时运行的训练任务 第三 不同于一般的web服务 训练节点之间有非常高的通讯量 对通讯效率和延迟都具有极高的要求 最后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深度学习模型的计算开销也变得越来越大 对于第一个问题 不同训练任务需要不同软件依赖和环境 近些年来 实际上已经通过容器技术 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于第二个问题 管理大量同时运行的训练任务问题 其实社区在这个方向有不少结束的工作 比如Coop Flow和Volcano 在任务管理和资源调度上 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但同时 在实际落地场景中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发掘的地方 比如在大规模集群中 随着时间变化 往往有数量不等的闲置资源放出 而训练任务 目前并不具有自动有效的利用闲置资源的能力 再比如 在复杂业务场景中 如果涉及到多team协作 就会产生对高级的资源分享和计费策略的需求 对于第三个问题 训练任务的性质 决定了节点间有非常大的通讯开销 对通讯效率和延迟有极高的要求 Volcano在这方面实现了不少高级调度策略 比如通过将任务使用的节点调度到一起 降低到 降低节点间的通讯成本 这方面八卦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 在有效利用这些高级调度策略优化的同时 可以对训练任务本身进行加速 并降低训练任务本身的通讯开销 综合以上几点 八卦的目标是提供一个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解决前面所述的后三个问题 首先 在Kubernetes上有完善的支持 对工业及各种场景 提供训练任务的加速方案 其次对训练任务本身提供一站式的加速 包括数据流读取 数据流处理 到梯度计算等各个方面 降低最后 八卦希望降低训练任务节点间的通讯开销 让部署训练任务对机器硬件网络条件的 要求限度降低 我们接下来分三个小节来详细介绍这三个方面八卦所做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有请AI平台部的高级工程师李祥宏 来详细介绍在Kubernetes上的工作 以支持八卦的各种训练场景 大家好 我是来自快手AI平台部的李祥宏 然后我在快手AI平台部主要负责 快手AI拍手平台的开发与加工工作 然后接下来我将从快手工业及实践来讲一下 我们如何是来支持八卦的 首先我们说从两个大体方面来主要讲解 一个是在用在资源的使用效率提升方面 另外就是在用户对Kubernetes操作的性能和可用性方面 首先在用户的资源使用提升方面 我们做了两个几个事情 一个是这种扩刷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多资源共享机制 然后找多一对列 主要是多一对列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支持了常用的主调度 以及聚合调度的功能之后 我们做了基于我们场景下的 最爱极 调度以及多种责源保障机制 然后在用户提升方面的话 我们通过API Server的Catch 包括我们在基群管理方面的Catch 还有我们的OperatorCatch 来支持了来保护了肌群的API Server 然后提升了肌群的可能性 因为是我们Operator里面 也对在这种肌群高病发的情况下 所得一些病发限制 然后来保证了肌群的SLA重新 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如何通过各种质量的发现机制 来支持八个制度扩扫容呢 首先我们有一个Catch Control Manager 然后通过监听 多个肌群的这件事件 比方说一个任务也完成了之后 后大家把事情上冒到上车的作业管理厂 作业管理厂的话 感知到这些事件 这个任务完整 放了时间之后 它会 根据一定的规则来触发 任务的自动下发 在另一个层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通过拿到资源的监控信息 然后根据资源的负载 然后来感知任务的 进行资源的下发 对 然后我们在调度器和质量质量上面 我们做了什么东西呢 在质量器层面的话 我们都要通过 首先 我们都知道 在同样的质量情况下 不同的调度策略 其实是 对质量使用差异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的方案是做什么呢 通过支持 边内流行的一些调度策略 包括主调度 比方调度和质价格调度 这些调度策略之后 我们就做了独占物理基调度 感知透口结构调度 强过这些调度策略 来适配我们的艾压训练场景 同时让我们支持任务级的抢战 这个任务级的抢战是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我们K8的默奕的掉游戏 是支持炮的级别的抢战 但是对于一个埃压训练的任务来说 大多数的情况下 一个炮的被抢战之后 可能整个作业就不可用了 所以说我们通过支持任务级别的抢战 来做到真正的埃压任务的抢战 然后在多届这些地链上 其实我们在一个复达的公司里面 有多种组织架构 然后做租户来使用这些资源 但是我可以把这个Morning-Limper-Space的资源隔离 是满足不了复杂结构的资源使用的诉求的 所以说我们通过构建多极对裂 来让多个物美之间共享资源 然后达到资源的最大化使用 同时我们又对资源做了分级 首先对每一个资源物都有一个保障考察 从保障考察之后 如果还可以超用一些考察之后 就考用考察 然后通过保障考察和考用考察的结合 来最大化进行使用 然后我们在集群的我们上面讲的在集群的调度和资源队列 以及各种化粧的方面来提升了资源的使用效率 那我们接下来再讲 我们如果说在供应界场景下 在高并发任务场景下来怎么保护极高集群的可能性 然后来保护极高集群的 首先我们查出了是一个多集群的管理中心 他要做什么呢 首先要通过监听各个极高集群的事件 然后来换存一些炮的信息 任务信息 然后这样用户在查询一些任务实力事件的时候 或者任务实力的时候 他就不需要再去GVAS去查 而是直接通过我们的Cache去查 我们也对比过在一个5000台机器的集群里面 假如说我们起一个100个WK的锐物 这个查询效率是比提巴斯莫尼的去查要提升很多倍的 从在安全性层面的话 我们通过对一些动态定义一些安全策略 然后对于用户 不同用户的高位操作 进行拦截 既要保证集群的安全性 首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Operation 我们包括Operation的话 首先我们不同业界常做的一些对于任务控制 去惹着去查击巴斯的集群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说通过一个Cache 然后我们可以监听整个Bug 所有任务的角色的状态信息 然后对于这种Must和Worker的其中一类的时候 它不需要在其中的过程中 它不需要去查API Server 而它只需要通过查我们开始节点 就可以快速的获得到任务的状态 或者是折射的状态 进而保护了提巴的API Server的可能性 同时我们用动态来获取整个进行的负载 通过查询进行真正的负载 如果在高负载情况下 我们会对我们的Operator进行的相应的访问频率限制 来保证进行的SRA 下面我们看结合一个八卦 我们看出一个Operator 看一下怎么来动态进行使用八卦 首先我们和常规的一些框架叫做一样 有对大的负面书都要负面书 然后用过它整个负面书之后 可以通过我们设计的样貌文件 来把八卦扩容 然后招任务起来 接下来由我继续介绍八卦在一站式训练加速方面的工作 通过一站式的训练加速 训练任务本身的开销可以显著降低 结合Kubernetes的任务管理 可以使用户在一般的机群中也能完成更复杂的训练任务 面对着这种越来越复杂的训练任务和越来越大的数据集 我们自然会想到在算法和系统两方面 我们能做出怎样的努力呢 首先我们梳理深度学习通常的流程 一般是多台机器并行的从S3 HDFS等存储服务中进行数据读取 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比如CV场景中常常会对数据进行旋转 采检等增广操作 预处理后的数据在每一台机器上进行梯度计算 这期间会涉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信息同步 最后每台机器对模型并行的进行更新 诸而复识 我们观察到在实际场景的任务中 这里面每个环节都有可能成为整个训练任务的瓶颈 因此八卦尝试对每个流程都提供相应的加速工具 从而减少每一个步骤的时间消耗 八卦的加速效果目前已经在较多的场景得到了验证 比如在快手内部的核心业务场景中 对于大规模自然语言处理任务有65%的加速 对于计算机视觉任务有20%到30%的加速 对于语音识别任务也有20%到30%的加速 对于推荐任务 这种任务的特点是模型相对简单 但是通讯量又特别大 在这种场景下八卦的加速效果有更进一步的体现 能够达到100%以上的加速 在公开数据和模型上 我们选择通讯量较大的VGG16进行benchmark 在128张的V100上进行测试 八卦提供的算法相对于现有的分布式训练方案 比如Petouch自带的方案 平均有60%的提升 在带宽较低的情况下 比如网络条件是10Gbps 这种优势会更加明显 下面我们来逐个模块分享八卦所做的事情 在数据读取加预处理这一步 通常可能的卡点有三类 卡数据读取 卡预处理计算 卡数据不均衡 卡在数据读取其实很好理解 就是读上游存数据的这个服务 成为了训练瓶颈 卡预处理计算 往往是机器的CPU算力 处理数据 比如各种旋转 裁剪等等的效率 跟不上GPU做模型计算的效率 导致了瓶颈 卡在数据读取和卡在预处理计算 这两种情况 常常出现在输入式图片 或者视频的这种计算机视觉类任务中 卡数据不均衡 更常见于推荐自然语言处理 或者是语音信号处理的任务中 这类任务特点是每个样本都有一个长度 而且可能不一样长 导致同样的Batch Size 有的机器收到的数据计算量比较大 有的机器收到的数据计算量又比较小 而机器之间是使用一种同步的方式进行训练 每一次都需要等待最慢的机器计算完成 导致了这种同步上的瓶颈 在八卦中 对这几种情况都实现了相关的优化 首先是卡数据处理和卡在预处理计算的情况 我们注意到 其实多数深度学习任务中 都需要对数据进行反复的训练 因此我们其实可以在第一次训练时 就将训练的数据和它计算的产物进行分布式的缓存 当再次遇到同一条数据的时候 我们直接从缓存中获取处理的结果 从而就可以大幅的提升效率 那这里主要要注意的一点 其实是并不是所有的预处理操作都可以缓存 比如说有些旋转等预处理操作 它带有随机性 其实是希望每次都生成不同的处理结果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选择的去缓存 适合缓存的部分 在八卦中呢 提供了Cache Dataset和Cache Loader的功能 去做这种分布式缓存的工作 使用的时候可以直接去包装Pytosh的dataset 用户的使用成本很低 这就能够解决大部分公司内卡在数据流场景的效率问题了 我们的统计上平均有2.7倍的训练速度提升 对于这类任务 接下来呢 就是对于卡在数据不均衡的人 对于这部分任务 八卦提供了Load Balance Data Loader的功能 同样可以直接包装Pytosh Data Loader 通过定义每个样本的计算复杂度 定义了之后呢 Balance Data Loader可以自动的去做每个节点上 所处理的这个Bash的计算量的均衡 从而让每个节点它的计算量都尽可能相同 减少节点间相互等待的情况 最大化的去增加系统的训练效率 以上呢是数据读取和预处理的部分 八卦其实对整个训练流程中 其他部分有更进一步的加速功能 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 到了梯度计算和更新的这一部分 这其实是整个训练流程中 主要的计算的发生的部分 这方面主要有三部分的优化思路 一个是对算子进行加速和融合 这里的所谓加速和融合 主要是比如使用高效的实现 替换像是拍套式等等训练框架中 实现的较为低效部分 举个例子 比如可以通过实现更高效的挤震乘法 从而实现效率更高的这种线性变换层 用这种更高效的线性变换层去替换 拍套式中原来就有的这种线性变换层的实现 那达到整个所有用了线性变换层的 这个模型的加速 这就属于这一类 此外呢 我们还可以将原模型中多个分别执行的操作 实现为单个的高效操作 比如说将整个attention层的操作 实现为一个高效的GPU算子 这些做法其实在模型推理的领域已经行之多年 并且有非常好的效果 但是在训练的领域还处于一个探索阶段 第二个优化思路是说对T度的更新进行融合 这里的融合主要是指优化器对模型更新的阶段 在误认的情况下 比如Petosh 它是一层一层的去更新参数 而对它进行融合之后 可以变成多层一起去更新参数 多层一起更新参数的效率 往往会比一层一层更新要高很多 从而去加速优化器的更新过程 第三个是兼容 比如像Petosh等等训练框架 它本身的一些加速功能 这里面包括比如混合精度训练 CudaGraph的优化等等 这样可以达到八卦的优化 和Tosh本身的一些优化相辅相成的目标 在八卦中 在算子加速和融合这一方面 八卦提供了高性能的算子和融合的算子库 叫八卦.fastoperators 这部分我们内部还在不断实验 即将开源 在七度更新和融合加速方面 八卦提供了八卦.country.fuseautomizer工具 它可以对任意的这种Petosh Automizer 去实现前面所述的多层参数 同时更新的操作 从而加速优化器更新的速度 同时我们在做这种加速功能的时候 都会同时保证这些优化 不会影响Petosh已有的一些 比如混合精度训练 这种优化功能的使用 从而得到多个优化可以一起开 相辅相成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八卦最重要的通讯优化功能 这也是八卦项目发起时 最开始支持的训练架锁功能 八卦的项目的名字 其实也和这其中的算法继续相关 在后面的介绍中会体现出来 在通讯优化方面 八卦主要是通过系统和算法的联合优化 去达到最高的训练效率 首先是在底层的通讯层面 八卦的通讯基于目前 State of the Art的NVIDIA NICO通讯库 但是同时对NICO实现比较慢的部分 比如像TCP的通讯逻辑 提供了八卦Net的工具 这个工具基本上重写了NICO的TCP通讯逻辑 在测试中 相比直接调用NICO的Pathos 原生分布式方案 或者Horrible等等第三方的方案 如果开启了八卦Net 八卦能够将通讯效率提升83% 将end-to-end训练效率提升35% 而使用八卦Net非常简单 不需要修改任何的用户代码 只需要在启动命令中添加一行 Enable八卦Net的参数就可以了 对于这种分布式的训练任务 目前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公开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Uber公司的Horrible框架 头条的BATPS框架 NVIDIA的Apex 还有微软的DeepSpeed等等 这些框架往往都基于最经典的多机同步算法 而且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但是近些年来 在学术界和工业界都出现了一批 针对深度学习任务进行高度优化的这种分布式训练和通讯的模式 比如说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训练 比如说异步的分布式训练 比如说分布式通讯中对通讯内容的量化和习数化 这些算法虽然很有用 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 能够让用户比较容易的去享受到这些算法带来的好处 造成了用户实践 还有分布式最新进展之间的铜钩 我们八卦的工作 其实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桥梁 让用户享受到这些深度学习领域最新的进展 为他们的实际应用去加速 那这些新的算法 往往也能够降低训练任务中 几点之间的开销 这对于比如说在大规模Cubernetes集群上去部署训练任务 是非常有帮助的 首先在算法的层面上 这些高级的算法主要包含两个层次 一个是通讯的机制方面 比如说可以有中心化的通讯算法 所有节点通过一个中心节点进行通讯 节点之间保持步调一致 也可以有异步的通讯算法 不同节点间的通讯异步执行 不需要相互等待 可以有去中心化的这种通讯算法 节点之间任意连接 每个节点只和临近的节点进行通讯 另一方面在数据传输的信道性质方面 我们可以做这种无损的数据传输 也可以将数据进行稀疏化或者量化压缩之后再传输 这些模块化 这些不同的训练通讯方式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 比如说异步去中心化和无损的传输 就可以组合出一种新的分布式算法 这种模块化的组合 其实是八卦通讯库中最有趣的部分 这些通讯机制的组合 可以和当前的深度学习技术战 有效的结合起来 上到各种优化算法 中到PiTOS这种深度学习的框架 下到不同的通讯协议 这其实也解释了八卦名字的由来 八卦内部实现这些最新的算法 比如去中心化算法 一步算法 梯度压缩等等这些算法 其实很像八卦新闻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是从单击单卡的训练到多几多卡 每个卡都会把自己的计算结果去累加传播 这个过程好像就是每个人将自己知道的信息传递给别人 又从别人那里去获取信息 最后完成全局的信息同步 如果把这个GPU之间的信息同步 类比成人和人之间的信息同步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 八卦新闻或者小道消息 其实是最高效的方式 因为传播速度特别快 这也是八卦框架 这也与八卦框架中的这个算法一意乎引 比如去中心化的通讯 八卦消息的传播一般来说都是 都不是中心化的 大家往往都是和自己熟悉的人打交道交换信息 这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模式 对了八卦框架本身支持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训练算法 每个GPU只和自己临近的GPU进行通讯 相比中心化通讯这种模式可以有效的去降低通讯的代价 完成同样的收敛效率 再说一部通讯 八卦消息的传播往往都是一部的 并不是所有人同时进行 那对应到八卦框架 这种通讯模式就是GPU之间的一部通讯 这种通讯和 这种计算和通讯不要求同步 每个GPU不需要等其他GPU都有消息的才做同步 只要计算完成了就可以和其他GPU去做通讯 通讯完成继续执行提算 这样可以省去所有GPU同步的开销 最后是信息压缩 像是八卦消息 一般都会有一些热搜关键词 严简意外地将最重要的信息传递出去 而不会显示太多的细节 否则大家也记不住 虽然总的信息传播量很少 但是沟通效率非常高 对应到八卦框架 我们支持GPU计算出的梯度 去做信息压缩 留下最重要的部分 极大的降低通讯上的开销 那这些算法其实都有严格的理论保证 去证明它的收敛性 具体的结果可以从右下角这本书中去更详细的了解 那这些不同的算法 往往互相之间也有取舍 在不同的场景下 有的时候可能算法A效率更高 有的时候可能算法B效率更高 这只要取决于 对于同样一个batch的样本 它到底要进行什么样的通讯机制 才能完成这个样本的训练 有的算法可能对网络的延迟要求更高 有的算法可能对网络的带宽要求更高 有的算法可能对不同节点之间 它完成的时间是否一致要求更高 不同算法的开销 我们都有相应的证明 放在这个表格里 在使用不同算法的时候 我们也会参考不同算法 它适用的条件来去做相应的取舍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是 对于这些算法 简单的去实现它们 往往并不能直接观测到明显的性能收益 这个原因是 其实是对于一个完备的或者成熟的系统来说 算法只是它的一方面 如何实现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对于同一个算法 使用不同的实现方式 往往它体现出来的性能差异也是很大 所以要想去最大化的得到这些算法带来的性能提升 我们其实在算法实现上也需要下比较大的功夫 比如说以这种最简单的Aldius SGD 这种分布式训练模式来举例子的话 在单卡上也就是不做分布式训练 它的过程是什么样呢 是先backward的第四层 在我们例子也是最后一层 得到第四层的梯度 然后第三层 得到第三层的梯度 然后得到第二层第一层的梯度 这样所有的梯度 整个模型的梯度就拿到了 然后将整个模型的梯度 去更新到update到我们的模型上 然后再去进行下一轮拿到样本去做前向传播 forward第一层 forward第二层 forward第三层 forward第四层 这样完成了一个虚拟训练 那像horard或者是python十字带的这种分布式训练 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首先它用了这种Aldius SGD的最基本的模式 它的做法是说先backward第四层第三层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并不会直接去通讯 而是说把第四层第三层的梯度 组成一个bucket 然后继续backward第二层和第一层 在backward第二层第一层这个计算过程中呢 它就会拿着第四层和第三层的这个梯度 去和其他节点去通讯 这样就完成了计算和通讯的这个重叠 一边计算一边通讯 节省整体的时间 那它为什么要做这个bucket呢 其实原因是在于 它一次性的去传一个比较大的tensor 往往会比多次去传多个比较小的tensor 时间加起要短 所以通过这种bucket操作 它也可以节省一些通讯的时间 以此类推它再把第二层第一层的梯度组成bucket去完成这个传输 最后每个节点都拿到了所有节点上的梯度的平均 再把这个平均完的梯度去更新到自己模型上 再进行下一轮的forward过程 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简单的比如说bucket和通讯和计算重叠的优化 在系统实现上其实有很多这种优化 它们对整个算法最后体现出来的性能是有比较明显的影响的 因此我们如果实现新的算法 其实也需要对这些算法进行系统实现层的这些优化 在传统的框架中 它们只是要支持这个Aureus这种同步的算法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八卦里面支持的非常多的算法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通用的能力 将各种系统优化自动的去apply到这些所有的算法上 那在八卦中要实现一个算法 它需要遵循八卦给定的一些规则 八卦会在训练的过程中 对每一层的这个forward backward过程去进行hook操作 从而执行具体的算法逻辑 这里面包括提供了底层的一些通讯原语 像是全精度的中心化的同步的这种通讯 包括全精度的去中心化的同步的通讯 另外还有量化的中心化的同步通讯等等 另外八卦还有自己的内存管理 memory manager以及execution manager execution manager的话就会做自动去做 比如说刚才所提到这种budgeting 计算通讯overlife等等的优化 那这些的话 对于每一个算法都是一样的 如果有算法开发者 他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接口去开发一套新的算法 他的新的算法本身不需要关心这些update等等 通讯计算overlife以及bucketing等等这些逻辑 在八卦中会自动去apply这些系统的优化逻辑 而对于终端的用户呢 他其实不需要关心这些细节 他只需要在训练脚本中将他的模型 使用八卦提供的函数包裹一下 然后选择他想使用的算法 比如说gradient reduce或者是低精度训练等等 就完成了模型到分布式八卦训练的改造 他继续去多机上运行这个脚本 就可以享受到八卦带来的多机加速 那这些优化呢 其实就体现在我们最后的这个benchmark结果中 之前已经说过 他是一个VGG16在128GPU上的一个benchmark结果 在100G网络下平均能有60%的性能提升 在10G网络下他的提升效果就更加明显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为止了 非常感谢大家来观看我们的这个分享 其实八卦现在的主体部分呢 都已经开源到了gethub上 大家扫描图上的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项目主页 并且去欢迎大家尝试我们的各种功能 项目主页上也有我们的微信群呀 包括Zulip的这个讨论群组的加入方式 也欢迎大家有问题或是有建议 和我们一起来交流 谢谢大家